有在草地野餐 享受室外的電影院 又有玩高爾夫球退缸 還有DIY的工作坊 還有不少就是我最喜歡的品酒活動 讓你猜猜這裡是鄉村俱樂部 還是海外的度假村 全部都不是 這些全部的體驗 竟然發生在海上 Hello 大家好 我是Nicole 我又來到啟德 今天參觀哪隻船呢 就是Celebrity了 Celebrity的郵輪 一向都是追求創新和獨特性 今次我上的Solstice都不例外 竟然在最頂層的甲板 有一個大型的草坪 而我很喜歡這個概念 因為上船玩了十幾天 只對著海經 有時都覺得挺單調 Solstice就提供了另一個選擇給我 有空上來野餐聊天 喝杯飲料 欣賞一下這麼木柔柔的草地 絕對是其他郵輪給不到的體驗來 入到來完全不覺得自己在船上 反而會像去了馬會雙魚河 鄉村俱樂部多些 郵輪公司會利用這麼空曠的地方 去安排不同的活動 例如地窄球 高爾夫球推桿的比賽 以及電影院 在這裡坐下 下面的草是轉變用真草 這個草坪很珍貴的 有專人保養 整個草坪區都是給你免費使用 你喜歡赤腳在這裡跑 還是拿章章上來野餐 或者做漁家 隨你使用 而帶小朋友來 郵輪公司都有些節目給他們參與 例如紮營給他們認識一下差不多年齡的朋友 未完結的 旁邊還有一個玻璃工作坊 如果去過意大利威尼斯 有機會聽過附近有一個小島 專門做這些玻璃 女客都一定會去參觀他們的廠 想不到竟然在這艘船上 可以落手落腳親手自己做你的玻璃藝術品 如果你剛好遇上Honey Moon來 製造個心形玻璃 給你另一半即刻塌了 多惜Celebrity郵輪的鼎力支持 太開心了 今次是第一次有郵輪公司 給我優惠碼的訂閱者 如果你接下來有興趣 預訂名人郵輪的行線 記得在影片下載優惠碼 憑著這個優惠碼 無論你去哪裏預訂都好 即刻送你美金100元的船上消費碼 如果有其他郵輪公司 見到我這條影片 希望你們都會找我合作 希望有更多人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就有更多機會 爭取郵輪優惠碼給我的支持者 Celebrity Solstice 08年首行 16年翻身過12萬噸 在下載2850位 算是大船 有些人會認為 Solstice會少了大型郵輪很刺激的娛樂設施 包括一些滑梯 但其實這樣對於我這些 喜歡休閒一些旅遊風格的旅客來說 其實反而是一件好事來的 船上少了這些設施 替代的是我更有機會用到的草坪區 更大的泳池 以及更多的休息空間 而且按照觀光活動回來之後 晚上的節目都很豐富 有音樂和魔術表演 Live Game Show 給你贏多的游輪旅程 或者是我最喜歡參加的品酒活動 至於餐飲方面 由遊行的去到高級的選擇都有 自助餐除了選擇多 我最欣賞就是它把食物 好像一件藝術品這樣呈現出來 當然不少得就是充滿笑容的服務員 我不能說話 因為這是給你驚訝 所有東西都很好 所以我真的不太能選擇 一個特別的食物 有超過300元 我最喜歡的食物 對我來說是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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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的主餐廳厲害了 菜單是由米芝年星級大廚去設計的 連免費餐廳的質素都這麼高 絕對可以反映到 Celebrity很重視船上的餐飲體驗 而主餐廳另一個重點位 就是它兩層高的酒窄 試酒師會爬上去拿酒出來 看到都覺得牙煙 特色餐除了有法國 意大利 和日式菜 還有一間大家不可以錯過 很特別就是用3D投影技術 讓你一路享受美食 一路享受視覺的藝術 絕對是打卡之選 這隻Solstice行的韓線是東南亞的線路 會由香港或者新加坡出發 的確行這條韓線 真是只能讓你輕輕去體驗不同的城市 但永遠有了第一步 才有第二步 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 真是喜歡的話 那就下次留一點 深入去探索一下 而且這個韓線 給你用最短的時間 探索到最多的地方 給你感受一下不同城市的特色 例如去夏龍灣玩獨木舟 會安感受一下古城的風味 探索一下順發這個世界文化為止 在泰國那裏感受一下陽光海灘 再來多個泰式按摩 而一至到三月 真是要想一下出發去這些地方 因為香港開始有點凍了 這條韓線絕對是避韓之選 接下來有興趣預訂的話 記得Safe 外優惠碼 送你一百元美金的船上消費額 再次多謝你們的支持 下條影片再見 下條影片再見